關注中國陣情的媒體人宋先生 28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電話採訪時說 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荷利對蘋果記者稱 六中全會最重要的是通過確立習近平在黨內核心地位 這非常重要 不但意味著習權力至高無上 同時意味任期可不受時間限制 為習任期終身制打基礎 領執一個號稱從嚴治黨為主題的會議 沒看出出臺具體措施 如何監管高官財產等最矚目反噬習強權擴權 實在是諷刺 湖南媒體人蕭先生認為 全部都是他一個人在那裡 如果他能夠決定把這個官員的財產都先公佈的話 那這也是個好事 只看他能不能做到這個 你核心嘛 你有權力嘛 你也可以做好事 這個明星的事情呢 他也可以推進的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